以信中的意思 这法信中所讲的 这真如之理性 有真实觉知之相 理之不二 与真如之无为同 真知也无为 这跟前面不一样 前面说 理之又为的是之 无为的是理 此地仰 理之是一不二 理之不二之心 所以真知也是无为 都讲得通 看你从哪一个角度上去讲 那佛为什么讲这么多的时候 好像我们后面后人来看看迷惑了 佛是当时在做听音的人 根性不像头 他的说法不一样 统统能叫听者 大吃大物 佛有没有说法了 没说 佛是救你的根性 引导致 引导你 开悟 所以法没有定法了 佛陆 佛今天不在世了 我们看到佛陀这些金角 实在讲 就像一个大夫一样 大夫现在不在了 我们看的是什么 他在当时给人家的一些厨房 我们看到这个厨房 跟这个厨房 矛盾不一样 那人害病不一样 他全都把人治好了 害病 吃药要吃错了 不但好不了病啊 可能还送了命 学佛也如是 如果这个方子 这个金角不去你的鸡 不对你的镇 你要学这个方子 不但你成不了佛 可能你变成魔道了 也可道理 所以这个大经大论里面说 佛法无人说 虽知莫能解 什么人说 觉悟的人说 大彻大悟的人说 就不会错了 没有觉悟的人说 是危险的一条事情 对 在这个末法时期 到哪里去找大彻大悟的人 找不到了 找不到怎么办 你看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见到了 末法时期的众生 他开了个特别法门 方便当中的方便 教给我们 幸运持命 求生进度 这个法门 遇不到善知识 没关系 日到了 只要你能信 你能发运 依旧能成就 无比殊胜 其他法门 我们知道 没有真正高人指点 那很不容易 特别是 禅宗跟秘宗 要遇到真相知识 修学不能离开老师 一定要在老师座下 开悟 没有真正开悟 学密 没有真正得到三意相应 都不能够离开老师 所以真正没有老师 自己一生当中能成就 只有这个法门 这法门不可思议 遇到无比的幸运 因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